情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根据农委会防检局资料显示 截至24号下午6点为止 共计11个县市送检485场 确诊445场H5亚新情流感 由县市动物防疫机关执行的扑杀作业 至24号下午6点为止 共计扑杀936,033只家禽 为了防堵疫情持续发生 防检局24号中午12点起 祭出为期4天的禁宰令 而为了在禁宰期间 降低病毒传播风险 防检局预计28号在疫情热区 设立检疫站 包括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 以及屏东等五个县市 将针对进出的车辆 进行查核和消毒作业 这些都必须要到我们的检疫站 来做这个车辆的车轮 司机的这个雨蝎 还有脚踏垫的这个消毒的工作 能够会出位所针对台湾新型 情流感病毒H5N2、H5N3、H5N8的 H5基因序列进行比对 发现三种新型病毒 彼此间的相似性高达99.3% 吃外所表示 三猪病毒很可能是由同一批 候鸟攜带来台 防检局呼吁养情业者 要加强场内防鸟为往 降低疫病传入风险 也就是说这个相似度至少都在99.3%以上 所以是可以说是非常这个相似 另外防检局表示 积压额珠等相关产品 各产地和批发市场 目前为止价格平稳 并请消保处公平处持续严查 有无囤积台价影响市场的违法行为 而针对家禽持续扑杀 能委会也表示由配套措施应对供应需求 呼吁民众不用过于恐慌 接着国民亚卫岛市后台北市采访报道